就是我在骑脚踏車 但有時候譬如說要在上坡的時候 你要用很多力氣 但那時候臉部就會很真理 拍起來不好看 被藝人安心亞戏稱是不怕狗仔自行車 就算騎上坡也可以美美的 全車體以碳纖維打造 只有17公斤的電動自行車 連女生也可以輕鬆駕馭 號稱電動自行車界的保時捷911 明基集團旗下的達方 自創品牌兩年有成 主打全車體供應鏈全都MIT 電池能獨立拆下來充電 還有電子儀表板顯示車速與電量 續航力達60公里 相當於台北市到淡水 來回服用半途充電 我們一開始的話是在荷蘭 荷蘭國家 因為荷蘭是假裝玩國 我們在荷蘭那邊銷售 然後學了很多 我們經過兩年這個學習 這個品質規格 那我們夜設計一個新的 style的這個產品 從歐洲鴻回台灣 一台自行車要價88000塊錢起跳 首批出貨1萬台 就是看好亞洲的環保意識抬頭 以及購買力道 電動腳踏其實在日本 已經非常流行了 百分之九十幾%的媽媽賞 都用電動腳踏車 那相對台灣也開始不熟悉 慢慢變成熟悉 所以我們當作一個先鋒來推動 有搭轉投資的達方 將從代工廠積極轉型切進 鋼萌芽的電動車市場 未來也將以代工與 自產雙頭龍的方式 推翻過去代工機殼的 虧損兵運 Fention 徐盛 李萱 台北 周到